日本为何一有机会就亲华,六百年前的刘伯温早已看穿,留下一番话和日本做邻居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,因为日本这个民族野心勃勃而又疯狂,在历史上曾经多次亲华,在我们强大的时候,当然是把他揍回去咯,可是我们总有落难的时候,这就很危险了。 比如甲午中日战争和抗日战争,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,在明朝的时候,日本非常狂妄,感觉自己很强大,可以挑战一下自己旁边的这个巨人了。 于是,很多浪人和正规军,都跑到朝鲜和中国东南沿海截律,搞得这些地方的百姓生活,的水深火热,明朝一开始对付这些贼寇没什么太好的方法,前期被按在地上摩擦,直到七季光出现后情况才有了扭转,倭寇被赶走了。 时间来到近代,日本开始了明智为心,工业化起步,开始走上了强盛之路,日本先是在另一个巨人邻居沙俄身上占到了大便宜,打赢了日俄战争。 根据这个经验,他们又把矛头对准了大清这个巨人,同样把大清打得满地找牙,又占了大便宜。 日本人是一个比较能吃苦的民族,是非常愿意向比他强的人学习的,这点不得不承认是一个很好的优点。 在整个中日对抗的历史中,每次中国比他强的时候,他就会学心向中国学习,在中国比他弱的时候,他就会举起大刀,朝我们头上砍去。 那么,日本为什么要盯着我们不放,一有机会就侵华呢? 朱元璋曾经动过铲平日本的念头,被刘伯温阻止了,他是这么说的。 东营日本是一个小国,资源溃乏,国贫民穷,烂命一条,没什么顾忌,所以他能够以流氓的姿态向我们挑衅,反正不怕死。 中国则拥有漫长的海岸线,没有精力防守,日本可以处处骚扰,根本防不住,一旦遭到打击,掉头就跑,等你走了。 他又回来了,中国要东征日本,没那么容易,首先需要组建一支强大的水军,劳民伤财,劳实远征,实在不妥。 而日本地少人少资源少,成不了气候,只要做好自己,不会对中国造成威胁。 600年前刘伯温的这一番话,不得不说有点道理,日本真就像一个不怕死的流氓二流子,烂命一条,动不动就跟你赌命。 而中国是一个体面人,和这样的流氓动手实在太跌分。 不过,刘伯温没有想到,清朝没能做好自己,被日本占了大便宜,并且也埋下了后来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货根。 谢谢大家。